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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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又到了卓右说玩solo的时候 我一阵子没跟大家玩过solo game 今天我选择了Size 4X Sandbox 游戏 这个游戏是在宇宙中到处探索 然后得分的一款游戏 这个游戏设定是3-5人 所以如果你想玩solo 你就需要买这盒expansion 你这样才可以玩 事不宜迟,现在我带大家漫游太空 好,现在游戏设定好了 玩之前就和大家讲一下这款游戏是如何赢 顾名思义Size 是一款Sandbox 游戏 它得分的方法都有很多不同的种类 而这个游戏也给了一张设计卡 告诉我可以有哪一种方法得分 其实得分的方法也很丰富 首先它可以探索 探索就是这些问号的典戏 如果拿得多些典戏可以拿分 每两个可以拿分 可以做任务 可以做任务 去感探和地方拿任务 可以做就可以拿分 或者和攻击其他的船 可以取得到货币 可以取得到货币 买货币 然后送货币 去相应地点也可取得分 或者去升级我们的船 每升级的项币都可以取得分 甚或是可以买5千元 可以取得分 这个Token有1千元代表 5千元可以取得分 或者可以设计这个Title Title就是这里 这些Title卡每一开始 会有不同的任务 即是不同的objective 可以做到 你就可以取得分 甚或是你货币 就是你摘一个20号式 摘到20点就可以取得分 这个真的有点无聊 还有做Event 有粉红色Event卡 如果一会抽到出来 达到它里面的条件 都可以取得分 还有最后有一个 可以收拾Title 都可以取得分 大家看到 其实它取得分的方法 都有很多种 Solo Mode 它是有Campaign去玩的 但今次我不玩Campaign 因为太长 我就在Campaign中 抽了其中一个Scenario去玩 这个Scenario就是首先 我和NPC 哪个才能取得10分 便可以赢到游戏 但它有条件 它在10分之中 其中的6分 是用Trade 来买货 Pick up and Deliver 这个方法 去做到其中的6分 我才可以赢到游戏 才可以赢到游戏 好 大距次上这个objective 就和大家说了 现在和大家说一下 台面上的什么 首先 我有我这架飞船 我这架飞船 我这架飞船 这架飞船 是我的 而它相对有自己的版面 每一个Square 可以放不同的货 以及可以升级你的船 可以放一些装 上去 有多少格 就可以放到多少东西 还有这架飞船 这架飞船 这架飞船 还有这架飞船 可以给我免费 就是紧急时 可以多走三步 这架飞船 这架飞船 而我这架飞船 也有不同的船 也有特殊功能 而我这架飞船的特殊功能 就是我可以去一些 不是可以买货的地方 就是买货 可以买货 它才可以买到相对的货 但是我这架飞船 就是我可以去一些 不买货的地方 然后用一个Energy 去摘色 根据它的色点 然后得到不同的货物 因为 根据这个objective 这个任务 我需要去 10分里面有6分 去通过买货 去赢货 所以我选了这架飞船 去做 去玩这次的游戏 希望更容易 而场上 这里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个 这个类似是一个太空站 我可以上去修理船 或者买装备 买装备 而且这里看到一个红色 这个边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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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 拿货,然后它会帮NPC玩家拿分 顺一提,我是用黄色的,所以这是我的分数 而NPC,所有NPC都是分享这个分数 所以每一个NPC拿分,这个Token都会用 还有一个类似是银石,它会根据这个轨道走 所以如果你经过这个地方,你触碰到它,这个银石会动 但如果它和你撞到,你会死的 所以你也要小心,因为死了 你的货都没有了,所以重新再来 还有你看到这个星球 这些星球可以在上面 如果在上面,你可以修理你的船 以及买货 大致上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这个小的规则,我就边玩边教大家 还有我可以做的行动 当然要跟大家说一下我可以做些什么 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它都在 这个游戏里面的卡都已经显示了 如果在行动时,我可以移动 我可以移动,可以攻击,可以搜索,可以探索 不同的星球 亦可以做任务 或者去买和卖货 当然可以取得分 而且可以去救人或者执货 这个是多人 不是solo mode 才有大大意 所以这个solo mode 我就很少用到这个动作 还有business phase和status phase 我去到的时候 玩到那时候 我才再和大家go through 那些步骤 现在目标很明确 好了,我就是拿了10分 而10分之中有6分,我们要买货 出发之前,当然我要去买装备 买装备,装备下船头才可以出发去执行任务 执行任务之前 我就和大家说一下,我现在在玩easy mode easy mode 会有6000元让我开始买装备 如果normal mode是4000元 如果hard mode只有2000元 我现在就没有任务自己 这次就没有任务自己 我就用easy mode 就玩,然后自在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游戏 而我6000元里面 我已经想到 我想买什么装备 首先我会 用2000元 去买一个engine 这个engine是令我可以移动的 而它移动 可以移动最多8部 8部是需要窄式的 OK 我就放在这里 OK 而我下一个装备 就是买这个GTS 用1000元买 这个做什么呢 就是它是加2加2的意思 就是我窄式出来的结果 多少都好 我都可以额外加多两部 但是它备在最多8部 因为我的engine最多8部 这个是incase我待会 步数不够可以用的 然后我再用1000元 做买这个carco pot 我来装货 什么意思呢 平时的货要装在船上 但是如果我买这个 我可以在一个外挂的形式放在这里 令到我可以在这里 再装多些货 所以我放在这里好一点 OK 因为incase我可能要放两样东西 放在这里 这个位置全部我都可以装货 这个是外挂装货 那留下2000元我做什么呢 2000元当然我还要买货 因为我发现了一样东西 我可以在这个星球 可以买货 用1000元买两个货 然后走到这里 就可以买货 每一个货可以买1000元 这个位置我也是可以赚钱 赚钱和拿分的最好的 这个途径 所以我留下2000元一会去买货 还有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个Title Card Title Card 未跟大家说 这个Title Card 每次都会有一张 去到黄色的地方 都会出一张Title Card 如果做到里面的东西 你也可以得到分 其中一个特分的一个途径 这个Title Card 就说 如果我可以同时间 卖4件货以上 我可以完成 做到这件事 也可以得到分 有件及次 所以我留下2000元 准备在这里 买2000元买4件货 然后送到这里 我就可以做到Title 所以留下2000元 现在就准备出发了 我这个晚有银河 首先我第一个Action 我先去做这个 移动 移动我现在 可以Active Engine 这个 Engine 你看到有三个 黄色的位置 就是可以 我执行Action Active Engine 基本上 所以你见到 玩家你看到 我有四个 这个Title Card 就代表 你基本上 可以Active 4次 这个 Engine 最多 Active 4次 任何东西 但现在 现在我只有三个Active 我最多只用三个Action OK 现在首先 摘式 7 7 但我可以加2 即是加2 即是加2是9 但我的引擎是8 所以我走7步 走7步 我现在就想一下 如果我过来这里 去做这个Buy Action 这个Buy Action 会停下 即是无论多少步 我去买东西 这个引擎就会停下 所以 我觉得有些浪费的步数 所以我在想 首先来这里 去拿了 export 这个Token 为什么呢 如果去 拿这个 里的Token 算是一个 Minor Action 代表你不需要停下 你可以继续行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我应该走到这里,拿了这个Token 然后不需要停下来,然后再回来 1,2,3,4,5,6,7 我至少可以去到这里 8步,至少我来到这里 然后我再走,再过来 1,2,3 走了3步之后,我就拿了这个Explorer Token 除了它会帮我拿到分之外,每两个我拿了分 但是后面也可能有什么好东西 再走多5步 它马上给我走多5步,那正好 刚才我做了8步 1,2,3,4,5,6,7,8 再送多5步给我的话 我就可以走到1,2,3 如果我马上下去,我就会完结了 我做两步 不如再拿一个感叹到这个地方 是可以拿Mission做的 我就打算由4,5 我经过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抽三张Mission的卡 然后可以保持一张去做的 首先保持这个Token,最后可以拿分的 最后 做Mission都可以令到我拿分数 OK,三选一 看看第一个Mission做什么 Mission分成蓝色和红色 蓝色是一些 这些比较守规则的 Lawful的任务 其实除了这两个NPC之外 还有一个NPC还未出现 就是一个银河警察 如果我做这些Lawful的任务 它是不会拘捕我 但是如果我做这些红色的反反任务 可能是走私 或者是做什么 那些任务 我会变成通缉犯 可能银河警察会捉我的 但是现在还未出现 所以我有机会 我可以考虑一下做这个 OK 让我看看另外两个人做什么 我现在去 要复制这个Cargo Cube 如果我 不是的,如果我将 这个Cube这些货 送到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 除了拿一分之外 还可以拿钱 但问题来了 它现在去这个地方 这个叫Forence Square 暂时未出现 所以这个Mission有机会很难 不知何时才能做到 因为我要去探索 去做开发新的Galaxy 我才能找到这个地方 所以暂时我对这个 没什么兴趣 这个好像也差不多 我要去这个 去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还未出现 所以我也不会考虑 唯一我会考虑 可以做到的 应该就是这个 不是的,我需要去这个地方 这个Semerid Gate 其实三个 都暂时 这个Destination 这个终点地方 的Galaxy 还未找到 所以或者我会留这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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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这样想 因为 如果我是 做 假设我一会 第一就是 我现在这个 Galaxy的警察 还未出现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他 未出现的话 我做这个任务 其实是无关系的 无害的 而第二样 就是如果我做这个任务 我也会变成 一个通緝犯 如果我也是通緝犯 这个宇宙海賊 不会攻击我的 所以 同流合污 所以 我现在就决定留这张 好了,现在我去到这个地方 我就 买 买货 当然就是 已经计算好了 2000元 我就可以 买 4个 绿色的货 然后买了4个绿色的货 我就可以放在 我这个卡组组 装货 然后我就打算去这里买 买了 所以就要 摘色看 买了多少 5 加2 赚7部 1,2,3,4,5,6,7 哎呀,差1部 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抖一个圈 不在这里直接出来呢 看到每个星球 都有一个防护罩 防护罩 其实是一个保护星球的 屏障的什么 如果 不在这里出来 在这地方穿过去的话 我需要去 捷摘色检定 看看我这个 防护罩 我会不会 避过了这个 这个 这个海关 因为如果就是 你看到 如果我 如果我 防护罩 摘色的话 我需要 摘到 11 以上 最好是摘到18-20 摘到20号色 摘到18号以上 如果 摘不到的话 如果摘到 11-17 我就会 被人通緝了 假设我是一个 去蓝色的地方 即是蓝色星球 但是如果 摘到 1-10 就会不让我过了 令到我这个 行动也没有了 而且 会加 破坏 看到有爆炸的地方 令它撞坏了我的 飞船 所以 我是想兜过它 虽然浪费部数 但是也没办法 不要冒这个欠 你想想 20分之 2也挺难的 1 2 3 4 5 6 7 好 好了 第七步走到这里 1 2 3 哎呀 走到这里 我只可以停了 那我第二个 Enjin 要 Activate 现在最后一次Activate 我打算 去这儿买货 但是我觉得 至少 也不会 至少 1以上 所以我打算 先过来 拿了这个Token 然后回去 买货 那就最好了 OK 好 4 加2 6步 一定够了 1 2 3 4 好 我准备买货了 买货之前 我看看我 撿到什么好东西 哇 又多走五步 走多五步 OK 首先 不要管了 我先买货 因为我现在要点钱 我买了这个 这个 每一粒就 一千元 我现在买了四件货 我就拿回四千元 1 2 3 4 4千元 同时 我是 拿到 这个 据到这个 这个 这个 因为我做到这个 做到这个 这个 做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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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同時也買了兩件貨 這代表什麼呢? 代表我就是每買兩件貨就可以取分 待會計算的時候 這個回合完之後我至少可以取得三分 因為我還有這裏五步還未走完 所以我在想可以去哪裏 五步的話 這裏五步是不可以留的,因為留了一定要立即使用 譬如我們去買東西,買東西好不好呢? 還是去開發新的地圖 但五步能否走到一個? 一二三四五 是可以的 或者是開發新的區域看看 還是過去拿這個Token 大家覺得怎樣呢? 我還是不去那裏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我還不是通緝犯 所以一會兒這個NPC會來打我 我還是走遠,離開它遠一點好一點 所以我選擇來這裏 一二三四五 為什麼要停在這裏呢? 為什麼要停在這裏呢? 因為我想,雖然我現在不能動 但我想開發一下這個Galaxy有什麼好東西 所以我就開發這裏 我選擇了這個地方之後 我還要選擇一個Symbol 為什麼呢? 因為一會兒我掀了出來的這個位置 我要對回這個Symbol 對回這個圓圈或者四方形 對回這個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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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另一個星球 對回這個圓圈 是橫色的圓圈 對我現在沒有關係 因為我都沒有 現在呢 我的 我的動作 我的動作 全都用完了 基本上我可以做到的東西都做完了 我可以 步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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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了之後我們就可以看看有沒有Business Phase Business Phase就是我可以去修理我的船 或者去充電我的能力 但因為我現在不是在這個 它帶你只可以在這個星球上面 或者在這個Space Station上面才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這次可以跳過 然後去這個Status Phase 我現在沒有Freeze 因為我沒有這個Damage 可以現在去拿分 拿分剛才我都做了 我都說了 我每兩個貨可以拿一分 和這個又可以拿一分 所以我現在有三分 所以我又有三分 這裏好像有些東西 我還未看到 將這個Title的Claim之後 這個Title就可以送些什麼給我呢 Once Per Turn 每一個Turn 一次 然後呢 When Tickle的Business 還未買 上去兩三分的同樣 哦 OK 它這裏說了一個買貨 它有一個Economy Board 這個我沒有拿出來玩 因為這個Board 我覺得Solo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它有一個 這個Market系統 是讓你的貨 會因應你的供求會影響價錢的 但是多人玩才有用 單人玩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沒有用 所以下面我們可以不理 可以不理 我現在先拿三分 一分 兩分 三分 我剛才看到我 我現在遇到這兩個地方 這代表 我可以遇到這個地方 我遇到一個Event 以及再遇到這個地方 就遇到一個黃色的Title Card 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看看Event 它現在就說 噢 紫色的 不是 紫色的 Cube 現在變成金運貨 所以買同人買 都是犯法的 但是呢 當然就是有高回報 當然就會有分補 等等 即是高一點回報 但是你會被通緝 按一下 我先記住 放在這裡 而另一個 的Title就是 OK Repair Your Shipping Eyes 噢 這次的條件就是 如果我這艘船 是被冰被冰壞了一半位以上 然後我就可以拿到這個Title 我這個Title很搞笑 我要受傷才可以拿到這個分數 好 現在呢 我把這裡拿低一點 這樣可以更容易 讓大家看到 OK 好 現在呢 我的 我的Player Turn 就完了 那 還有呢 我可以把我這些 把我這些 把我的 把我的Token放上去 然後呢 就可以準備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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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的 就是 它會 自動地 從一個新的Galaxy 探索出來 那 我就 選擇 探索哪裡 探索這裡好像好一點 OK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人在這裡 當然沒有探索那邊 所以 我就探索這裡 然後我就選擇 配合我這個 圓形的Sym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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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OK 那 開了什麼 開了一個 類似是 那些 Gate 這個Gate 如果有另一個地方 也有這個閘 又可以一個點 跳到另一個點 而且 如果首先用 這個跳躍 去另一個Gate 的玩家 是要拿一份 但現在暫時 還沒有另一個Gate 所以 暫時沒有什麼用 還有 看到這些地方 這些是有冰 宇宙的冰 那些位 如果我穿過去的話 我需要窄色檢定 會不會撞到冰 如果撞到的話 我就會有受傷 被冰受傷 咦 其實我衝衝也好 可以嘗試做 這個有Ice Damage 這個Title OK 好了 現在 這個新的Galaxy Tile 就出來了 接著進入NPC 去動 NPC 動 就是這樣的 假設我先動 動這個 在我旁邊 這個NPC 就是Merchant Merchant 它有一張 Behaviour Card 這個Behaviour Card 就會告訴我們 這個Verture 如何動 所以 它的目標 就是 去哪裏 它的意思就是 去一個Sell Space OK 它可以去一些 可以賣貨的星球 看到賣貨的位置 這些位置 這個Buy Sell 以及Sell 這個位置 而它的 圖景在下面顯示 它是根據不同的星球次序 它現在這個星球 就是在第二個 星球的名字 就是這個 樣子都會配合 所以它下一個去的地方 就是在這裏 但是這個地方 這個星球還未出來 還未揭出來 我便會去這裏 而這個 就剛剛出來了 就是在這裏 所以它會由這裏 去這裏 去賣貨的 而它就會走過去 Move to Target 它走的一步 它有一張NPC的卡 NPC的卡 告訴你 這個Immersion 會走九步 嘩 九步很遠 很多 1 2 3 4 5 6 7 8 9 剛剛去到 這裏 當我去完這個地方之後 會怎樣呢 看看它做什麼 如果它去到的話 它就會拿一個 綠面色 紮 然後每紮到一點 就有1000元 幫它紮一下 1 1000元 那把1000元 就放在Mersion 然後它說 如果它每5000元的話 它會拿到每5000元的話 它就會拿1分 所以這個Mersion 這個NPC 它就會不斷地去不同的星球 走出去 然後去賺錢 摘色賺錢 摘到每5000元 就會拿1分 OK 其實很直接 這個NPC 這個操作 那好 現在輪到這個 這個宇宙海賊 那它做什麼呢 它就是這樣的 首先它會找一個 Player 就是我 然後是Innocent 就是我不是通緝犯 我現在就不是通緝犯 所以它就會找我 Move to Target 如果它在我的範圍 它會攻擊 看看它走多少步 有些麻煩 它可以打人 而它會走六步 六步 它會怎樣過來呢 它就會走這裡 1 2 3 最近的就是 4 5 6 所以它會在這裡 它不能去星星 不需要在這些地方 去後它會死 所以它不會去 但是它穿這些位置 它不需要做任何檢定 OK 大概如果 它的範圍就是 它的範圍就是 它是用這個 這個Blister 它只可以有一格的攻擊範圍 當然它不是 但是如果它 如果它不是 它就會 如果它攻擊不到 它就會 走多 走多次 OK 再走六步 1 2 3 那 就代表什麼呢 就代表它下一次 它就會 打人 它就會打我 現在我需要 走遠一點 所以它是 現在 現在 我要走遠一點 OK 否則一會 就會被 這個 壞人打 或者 同立合污 我做一個 做一個 outlaw的任務 我就一起 同立合污 它就會不會打我 OK 現在呢 它 NPC 那些 turns 完結了 如果 NPC 如果 有打死 我 它都會拿分 當然現在沒有發生 我們可以跳過後面 後面 那些東西 或者我打死它 我都可以拿分 但是大家都沒有打過 可以跳過 然後 最後 NPC 也會有 雜色 拿分 首先 就要雜一級 20面色 20面色 雜到11 摘完11之後 它就會有些 Modifier 它加二 就是它每一個 如果它 地下 我 我的飛船 爆了 跌了 錢 和貨物 就會加二 現在 當然沒有發生 所以不需要加二 跟著 它說 每一分 少於我一分 都會這個點數 都會加二 它少於我三分 即會加六 現在變成17 17 17 以及這個 X for Merchant 這個 Merchant 它有些 Merchant 的Behaviour 會令到它 額外加上去 講開Behaviour 就是 其實每一個NPC 都有NPC 讀的Behaviour 每張卡都有上下兩邊 你就選一個去玩 而這個遊戲 每個Merchant 都有兩張卡 不是 每個NPC 都有兩張卡 即是這個NPC 可能有四種不同的方法 去Mix and Match 所以這個重玩性都在 好 現在是17 17 要看回這個表 如果15至17 15到20 它會加兩分 這個就是NPC Catch-up 的機制 好 現在完成之後 我們就開始玩第二回合 咦 等等 我發現一些東西 先跟正一下 原來剛才我賣貨的時候 它是這樣說的 它是每賣一次貨 就拿了分 意思就是說 無論它賣兩件或四件貨 都拿了分 所以剛才我拿了多了分 但是 同時間 我也忘記了 我之前是拿了兩個 Explorer Token 每兩個都拿了分 就是當沒事發生過 抵消了 但是我想做回一件事 就是之前上一回合 我忘記了用我的特殊技能 就是我可以用Energy去摘色 去拿一個貨 現在我就偷雞 做回這個動作 因為不影響大局 所以我就要做回 現在15個 可以拿到什麼貨呢 看看 14到16個 我可以拿到橙色的貨 橙色的貨 我先放在這裡 如果我拿到這個貨 那橙色可以賣到哪裡呢 咦 可以賣到這裡 立即可以賣一千元 但是買一件貨的話 是拿不到分 那好了 現在我第二回合 就出來了 所以 我做任何行動之前 首先 我用Energy 試試可不可以摘到這個橙色的貨 如果你都拆到的話 我拿到這裡賣的話 我又可以拿多分 看看我拆到什麼 蛤 一 是什麼都沒有的 OK 那 現在這樣的話 我就要改變一下 我就不想 你也買貨 因為買一件貨的話 是基本上浪費我的步數 因為你也看到 Action 每玩一個Turn 其實NPC會追上來的分數 所以我不可以浪費時間 現在我看到 我最 在這個10分 10分 其實很快到 所以我現在 盡量在這裡賣多些貨 去拿分數 首先的話 我就去那裡買貨 我現在就 首先用第一個Action 第一個Activation 然後去摘 看看我走得多遠 8 8 雖然加2 但是已經卡了8 所以不可以再走 所以我在這裡 1 2 3 4 5 6 7 7 已經去到這裡了 去到這裡的話 我馬上就 用1000元 買兩件綠色的貨 先放在這裡 其實貨就不需要買得多 我現在就馬上去賣 看看可不可以 賣給它 看看有多少 會不會玩東西呢 走到4步 如果4步的話 4步的話 不如去這裡賣吧 Any的貨我都可以拿到1000元 不如我去這裡賣吧 為什麼呢 因為我去這裡賣 我都可以順便拿一個Explorer Token 而且如果我在這裡賣貨 這個是一個 Outlaw的地方 如果我去賣貨的話 再代表我 跟海賊是同流合戶 所以之後 他就不會攻擊我 所以現在我們先去這邊 如果是2加2 我加2 走到4步 要不要經過這裡 再拿些東西呢 1 2 3 1 2 3 4 然後我再走過來 先過去 因為如果拿這兩個Token 的話 我可以去 不 我可以去這裡 看看可不可以 新的地圖 先去那邊 1 2 3 4 OK 我停了這裡 停了這裡 什麼意思呢 而是我們停留在這裡 這個 Comet 這個漿石會更動 這那個 6號色 看看我走幾個步 6 經過是不會再打中我的 停在同一個地方 我才會突然 1 2 3 4 5 6 我现在再走第二步, 过去 第二个Activation, 看看过去能够拿到这个Token 3, 即是5步 1, 2 就拿这个Token 现在到了冰这个地方, 即是有雪的地方 你看看, 我要摘一颗20步色, 如果我摘到11-20是没有事的 17, 没有事, OK? 但我其实是想有事,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 claim这个Title 现在没问题, 现在就过去了 1, 2, 再走3步 再走3步 先看看这个是什么, 哦, Energy, Charge Energy 爆了 应该过去了 3 4, 5, 过去了 不是 因为我又回到轨道了, 所以 我就要摘色它, 没事了 1, 2, 1, 2, 3, 4 即是来到这里 我想做两步, 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停下之后, 我现在就用一个Energy 去看看这里 有什么 你看看, 其实这个 也挺浪费地方的 这个游戏 你看到, 哇, 要我先移动了 好, 我就开这里 然后我要跟圆形的位置连接 为什么呢, 因为我稍后想过来 去这里卖火 跟圆形的位置 好, 问题来了 问题来了 我稍后过不了这里, 因为你看到这里有个 防护罩 所以很容易会撞 之后, 放回这个下去 基本上我现在要这样过来 不要紧 很重要的 我现在再用一步 再去这个地方, 看看会不会被撞中 刚才我都说了, 我想有Energy 不是吧, 1 即是下三步 首先下1 我现在就看看我会不会 撞中 啊 10 那我会 吃一个Ice Damage 那我就放在 我暂时放在这里 暂时放在这里 OK 2, 3 OK 基本上我现在 所有的移动已经用完了 但是我还有一个3 还有三步可以用的 那我适合它 1, 2, 3 去到门口 下次 下次过去的时候我近一点 至少 反正也不要浪费 OK,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边缘位置 其实我可以再开多一格 还是再开多一格呢 开多一格吧 或者看看这里有什么好东西 好 再用Energy, 我再开多一格 然后我打算对这个Square 开了一格之后 就出现了这个 这个 这个死了的星球 你会看到这里有 新的Token 可以放上去 这些Token是做什么呢 其实是用来 这个是採矿的 以示他 要拿这个Token之前 去挖矿 挖矿就是 要砸20号色 如果我砸到 11至20号色 就可以拿这个Token 很厉害的 但如果砸不中 就会 当然会有Ice Damage 再开多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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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 开造的东西都做完了 所以 现在我这个Token就完成了 我Token完了之后 因为我不是在星球里面 所以就 skip了这个Business Phase 然后轮到这个 轮到我这个Freeze Freeze 的意思就是 当我有Ice Damage 它会蔓延过去 这个冰 就会 结冰结 刚才我其中一个任务 这里的Title 如果我的飞船 有 这个Ice Damage 有一半以上 我可以 可以拿到这个Title 所以 我这个飞船有11个 至少我有6个Ice Damage 我是可以 拿到这个Title 所以我暂时也不想 fix 现在就 拿分 今次的Round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到分 所以我可以调了 然后就不需要 这个卡 因为没有移动 所以 这些再回到这里 我做完了之后 轮到 NPC出现之前 开一个新地图 开一个新地图 开在哪里呢 开到这里 呃 不要 开到这里 因为我稍后拿完这个 再过来看看 过来看看有什么 有什么 所以我就开到这里 开到这里 对圆形这个位置 这里 很複雜的地方 咦 这个又有一个 又需要放一个 这个Comet 过来这里 不开这个地方 都没什么 没什么东西 啊不是啊 这里可以滑矿 这个白色这个 白色这个矿 这个货 如果回来这里卖的话 是可以 卖到 买了多少钱 买到2000元一个 这个货是贵一点 看到吗 所以这个货其实好错 是好的 但是呢 需要 摘色才可以 才可以拿到的 OK 还有有个蜜桃 就放在这里 OK 现在轮到NPC NPC 刚才也说过 这个 它下一个去的地方 就是这个 我先看看 下一个地方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出来尾 已经有了 它走九步过来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过来这里 因为它去不到这里 所以它这个NPC的Train就完了 轮到它了 它就会用六步过来找我 最远的最远的途径就是这样 一二三四五六 如果看到我之后 它会再走六步 一二三四五六 哇 那现在下一步 下一步我就打算 好了 如果NPC的所有都移动之后 NPC就会取分 NPC取分呢 就看看它 测到多少 测到一 一基本上它都不需要取分 不是 它一都可以有机会取分 看它可否 它有多少分 背后我呢 一分背后我 再加二只三 那三呢 一字 一字三是不会加分的 哇 今次 NPC是 拿不到分了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是好事 OK 那现在下一个 下一个行动转到我了 转到我的转换了 我现在就打算去这里 买 去这里卖货先吧 卖货之前 再 拿这个 问号 它有什么新东西 4 再加二即是六步 一二三四 五 足够啦 首先过来这里拿了一粒东西 拿了一个 看它有什么 好东西 对了 又吃一个Ice Damage 那其实呢 可能是好事 那今次Ice Damage 就放在这边 放在这里好吗 放在这里 因为这样的漫延快点 放在这里之后呢 还有 下一步 那现在就卖货 那我就可以切了 三件货 买了三件货之后 每件货1000 那我每两件货 每买一次货 三件以上 我拿分那只留在这里 先让我一会儿去拿分的 我放在这里 OK 然后呢 我拿3000元 拿完3000元 回来之后呢 因为我现在在 欧罗的地方 卖货 那所以呢 我也是 都是 走私客 那所以呢 我就放了一个 钱在这里 就代表呢 我现在是个通缉犯 那如果一会儿 有这个 Galaxy的Polisco 来的话呢 它就可能会打我了 打我呢 它就会拿到钱的了 但是呢 现在暂时还未出现 所以我都不需要理会这件事 OK 那现在 Activate 我现在就打算 去 这里 看看有没有好东西 因为我现在暂时手上没有货 所以没有货 我现在就打算收集一下 啊 等等 我可以过来这里买 这件事 差点忘记了 这个 这张卡 其实呢 有期限的 它这里写着 3 damage 这张卡如果有3个damage 它就会 走的 那damage是什么意思呢 它每一个round 结束之后 它就放一个damage token 就代表 这张卡 三个round 就会作废 刚才呢 已经过了一个round 所以放在这里 这个 Event 还有两个round 会有结束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Event Event 就说 它现在买 这个粉红色 紫色这个 是会 是属于enegal 所以我买它的话 1000元可以买4个cube 然后呢 再 再加1000元就放在我这个 通緝那里 所以其实1000元买4个cube 是很划算的 平时1000元买2个cube double了一下 还有反正我现在都是通缩饭 其实都没所谓啦 对不对 OK 大问题来 那买货呢 买货是没有粉红色 不是呀 我买在这里 一会买那里都可以拿分 OK 所以我现在打算过来这里 OK 过来这里的话 我看看去不去那么远 因为还有两个 还有两个activation 忘记了这里 重新做 好 看看走到多少 7啊 不是7啊 1 2 3步 玩东西 1 2 3 3步 基本上的话 很难去到这里 好 不管了 走的地方都要走的 再看看我走到多远 3 加2 5步 5步 最多3步 加8步 8步可不可以过去呢 1 2 3 4 5 6 7 8 不是吧 差1步 1 2 3 4 5 6 7 8 真的 如果 8步我过不了 现在过去没意思啦 那不如我过来这里拿 过来这里 同流运气好过啦 OK 1 2 3 4 先来到这里拿了这个东西 1 2 3 4 然后呢 还有一个5 接着我就停留在这里 在这里 试试碰一下均匀 是否很滑到金 但是这个是什么来的 撿到东西啊 拿到 橙色的货 我先放在这里 橙色的货放在这里 之后呢 我现在就扎一个 1 一个20号色 如果我摘到11到20的话 我就可以 看看撿到什么 16正 那我过来看看 可以拿到什么 OK 现在呢 要是拿 一分 要是 就拿 拿2000 2000元再加 两个 蓝色的货 其实挺吸引的 但是问题呢 我可不可以 啊 等着先 如果我过来这里 卖货 我先卖两个 的话 其实我都拿到 一分 然后我还有一个 我拿钱 那 当然 但问题又来了 我现在我还拿两个货 应该都够 OK 我就 不拿分 我拿 我拿钱 和拿 和拿货 拿货是拿 两个 蓝色的 我就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OK 那 我现在还有三 你试试一下 刚才我是过来的 一二三四五 其实是 刚刚过来的 现在我还有三部 我三部的话 我可不可以飞去 去 蓝色的 蓝色的 那三部不如过去吧 一 二 三 过来的 这个 这个 所以 我现在所有的 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 因为我不是在 Planet 我现在就需要 没有 Business Face 现在我就要 freeze 所以 我会 蔓延我的 Ice Damage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OK 现在我做 这个 这个 我的turn 就完了 完了之后 就轮到 看看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取分 今集 这个turn 我是没有 拿过任何分 其实我有 我卖过货 所以 我这里 拿一分 拿一分 啊 顺便 我需要 卖货 卖货 6分里面 需要卖货 或者卖分 而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呢 刚才呢 我现在就 放了一粒货 再做marker 之前呢 我也是做过 卖货的这个动作 做过两次 卖过一次 卖过一次 所以呢 我就放了两粒在这里 我怕我真的忘记了 好 有三个 已经有三分 OK 现在呢 我去到这个地方之后呢 又需要 出一张 这个 Event 看看 如果我去到这个Dead World 这个Dead World在哪里 咦 未有Dead World OK 不太顺利就要住了 待会有Dead World才 拿出来看看 OK 那这个Event Card 出来之后呢 就轮到 就轮到这个 这个NPC NPC 出来之前 都是求动作 都是要 Explore 一个新的地方 那现在呢 其实呢 我这里这个位 都够我去做事 这里也够我去做事 所以呢 我现在想去Explore 这个地方 可能我想去Explore 这里 或者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这个Tile 揭出来之后呢 是会 trigger 到这个 这个Police 那个NPC 所以我不想的 所以我 远一点 放在这里 看看是不是 哦不是啊 哎哟 哎呀 放在这里 那就 不是那么好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其实呢 这个Gate Light 刚才我说用呢 就可以 穿了这个Gate Light 就可以 拿一分 现在太远了 所以我拿不到这个 刚才在这里 那我就可以穿在这里 就可以拿一份 而且呢 这样的话呢 令到我这个 Travel 都容易一些 哎哟 这个就是 做错决定 不要紧要 好 现在轮到这个 这个NPC NPC 呢 它呢 就会在这里 走九步 1 2 3 4 5 6 7 8 9 OK 而轮到它呢 因为我现在和它呢 我现在不是Innocent 因为我现在 都是被通緝的 所以它是不会打我 它不打我了 所以它就不动了 好 现在轮到NPC 就可以去摘色 摘色之后呢 它就会看看它 17 17的话呢 我对回这个chart 17的话呢 现在呢 就是 地上 它没有打过 它记得几分 背后呢 两分背后呢 就是它加4 即是21 21的话呢 它就会加多少分 喂 现在加3分 哇 1 2 3 哇 那已经是catch up了我了 哇 幸好它上一个 Round 没有加个分 如果不是呢 我都很难玩 OK 那现在呢 去到 现在这个情形呢 现在4比5 现在我要快点 快点加油 立刻 就过来这儿先 那现在呢 我呢 就 哎呀 又忘了一样的 其实呢 我也是 有两个token可以换一分 忘了了 OK 那刚才呢 它变成它应该是两分背后 三分背后 那就是加多2点 2点 刚才是21 加2点的话呢 就即是23 噢 没变 都是21字陷 所以没变 没变 没影响 没关系 那现在呢 就很明显 很明显啦 我要去过来 这里卖了这个货 然后呢 再去买这个货 然后呢 我可以做这个 做这个动作 OK 这个还有一个转换呢 就没了 OK 那现在呢 我就首先 看看Active engine 这个回来 还出来的 Active engine 就看一下它 7 8 噢8 8就可以 1 2 3 4 5 6 7 8 刚好 首先过来这儿 拿这个 Explorer Token 再来这儿买货 咧 这么巧 拿多一粒 紫色 咧 这样的话呢 这样的话呢 我就先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之后呢 我就立刻 买两粒货 给它 就先放在这里 记住我一会儿可以拿分 然后呢 我可以在这里拿2000元 拿2000元 现在我钱呢 就越来越多了 那究竟呢 我去升级的船 还是去 拿这一分呢 还是去 买这个货 其实可以不需要买这个货 OK 如果我要升级的船 我要留在这个Planet 才可以 但是呢 我现在才走第一步 如果一直留在这里 好像 有点浪费 要是呢 我就去 看一下 我可以去哪里呢 我现在有两件货 可以买 最近可以买到 最近可以买到橙色货的地方 就是这里 如果我现在这个立刻过在这里的话 也有点距离的 但是都可以薄一薄 然后呢 都可以薄一薄 起码 好 5 6 7 1 2 3 4 5 6 7 其实有机会的 第3个Activation 那我就可以 希望我走到这个位呢 那我就 可以 买货了 哎呀 5步 1 2 3 4 5 哎呦 1 2 3 4 5 不差一部啊 不要紧要 我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呢 我给了三部 够够名先 下一步 然后呢 我又来这里卖货 卖货呢 这里就可以再卖 2000元 哇 赚了很多钱 OK 然后呢 我就是这样 放在这里 继续 记住一会儿可以计分 OK 那现在呢 因为我现在停了在这个 这个星球上 所以呢 我end turn end 之前呢 我用了一个energy OK 用energy 差点忘记了 我是有这个 有这个特殊能力的 我就 扎了一粒20号色 扎了6点 6点可以拿到什么呢 6点的话 可以拿一粒 蓝色的 蓝色的之前 我是买过的 稍后可以回去买 OK 集了蓝色 那现在呢 我来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可以 做这个business phase 那首先呢 我可以recharge 我的energy 满了energy之后呢 那我现在呢 我就可以去 修理我的船 但是呢 我现在呢 我是想 upgrade我的船 那如果upgrade我的船的话 那我就应该不想修理 但是我可以继续 我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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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些装 那所以呢 我就首先把我的装 拿出来 先 但是呢 但是因为我是 通缉犯了 所以这个通缉犯 这个东西 一样会带到下一个 下一个船 那其实呢 开始那时候呢 我已经plan好了 我去upgrade哪一架船 那所以呢 我呢 想好了呢 我会upgrade level 2的船 就是这一架 OK 这一架船呢 有什么好处呢 让我看看 这个船的好处就是呢 呢 又是这样 我可以span2个energy 然后去摘息 摘完息之后呢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攻击别人 然后对方的船就会 减能力和扣血 这个呢 我为了一架也是打人用的 好 现在这个船就拿走了 然后呢 upgrade 到这架船 连这个船的token 也认识一点 哇 大好大 船大很多 OK 你看 大了 大了一个size 这样才是的 立即认识多少 大的多少 这个 退休这个 OK 好 然后呢 就把所有的船都放回来啦 接着我是 一样在这里啦 那现在呢 我那个 装呢 可以这样放 然后这个 GTS呢 就是加速这个器 加速器一定要放在旁边的 那我这个放是这样放好吗 这样放 这样放 OK 那这个就放在这里 OK 那 upgrade 的船是有5000元的 钱不是问题 现在 5000元 好 还有呢 有一件事就是 我现在可以 做一件事就是 加装 加装之前 一定是买分呢 买分啦 反正我有钱 5000元就可以买分 2000元 剩下2000元 2000元的话 不如我买个新的装备吧 不如买个 这个 差点忘记这个任务 我要买个 我要去 将这个 blister 放送过来这个 gate 差点忘记了它 所以呢 我拿2000元 去买一个 这个武器先 因为这个武器 其实我是拿去做任务的 所以我买个最便宜的 1000元 买一个 这个任务 这个blister 然后就 随便放在这里 OK 然后呢 我现在就再拿 5000 5000元 买一分 买一分 OK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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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再出这个event card 出这个event card 做什么呢 先 Attack 2 3 1 OK 打两 我去打人 如果打两架船的话 一个回合打两架船 我就可以 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 然后呢 OK 现在呢 我就 买了分 然后呢 我还有什么可以做呢 在planet上 都 都没有了 要做就做完了 OK 接着呢 就轮到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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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d phase 接着我拿了分 刚才我拿了分 然后呢 这里 啊 刚才有一个分 我是 用这个 买 先来 我一个分 是用来 $5000 买的 所以呢 其中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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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个条件来的 然后呢 还有两件 我之前买过两件 每一次货 每一次货 可以下分 就是1 2 那就是我又删除了两个 OK 现在 我现在的六分呢 10分里面的六分呢 我用这个已经达到了目标了 现在我再拿了两分呢 我就会有机会赢了 OK 现在呢 就再出一张 新的Event 其实这张Event 都要离开了 OK 那现在就是说呢 Oh One of the items OK 去到这个地方 然后去到Mission Point 这个地方的Mission Point 就可以 拿这些好处 拿2000元赚分 但是问题是这个 这个地方 出现了未呢 是未出现的 是没有的 所以都可以不用理他了 OK 好了 那现在呢 就轮到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NPC 之前的 就要 出一个新的地图了 出到这里了 出这里应该没问题的 我在这里 然后 好像这边也没什么了 嗯 出这里了 这里也没什么了 对 刚好 OK 这个呢 会有一个引力 引力在这里 然后去到这个 Question Mark 的Marker OK 还有 原来呢 我差点 又忘了 我之前有两个 Explorer Token 我做了 是未得分的 又有新的 哇 差点一分就会赢了 先看看 这个 sale all the cargo 如果 我买货 来这里买货的话 我可以立即取分 有机会赢了 现在这样 下一个回合应该赢了 如果NPC没追上来之前 如果我赢了 那就可以 就可以 赢了 最烧了两个货 可惜我现在只有一个货 没办法 OK 现在我做完之后 来到NPC NPC 现在来到这里 就行九步 一二三四 九步之后 它就要砸一粒 6号色 就拿2000元 然后呢 就轮到它 它不会打我 所以 这个呢 我现在 轮到我这个turner 轮到它要砸色 看看会不会追 catch up 上来 它catch up 上来之后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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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应该感觉比较容易 你觉得可能会比较容易 因为第三个NPC还未出现 第三个NPC的 这个enforcer 这个警察还未出现 因为如果他出现过 就有点麻烦 要么你会被 开刀打 要么你会被警察打 因为现在警察很蠢 幸远 警察还未被我开刀出来 所以 我这次玩得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 好 现在轮到我新的turner 轮到我重新开始了 现在 现在要赢的话 这张卡已经没有了 已经三个turner 现在我去拿分 拿分的话 我需要 很简单很直接 在这里 买货 然后过来这里买 买买的话 我就立刻可以 拿多分 那我就会赢了 那我就立刻 飞去 对 飞去这里最容易 还是这里呢 还是这里薄一薄呢 我这里过来 看看我 等一下 看看我 距离去到哪 4 好 6 6点 1 2 3 4 5 6 对啊 刚刚好 我过来薄一薄 完全不会浪费 过来也要薄一薄 然后再试一下 看看我能不能 拿到 拿到分 差一粒 这个20号色 如果拿到分的话 我立刻要打电影了 哎呀 10 10个是什么意思呢 哎呀 差一点 我会吃一个 Ice damage 那我就暂时放 暂时放在这里 OK OK 那现在呢 下一步就过去吧 咦 慢着 有一样 有一样东西我没有考虑到的 因为我现在呢 是 outlaw的 船是outlaw的 而这个蓝色的地方 代表它是一个 守法 守规则的 守法的 一个星球 所以我是不能 循规到它 由这里进去 我一定要穿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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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提到过 如果穿进去的话 需要窄式检定 万一如果我窄多少 窄到 一到十个 是 是不能进入 或是我再在这里 试一次 外出再多个圈 有些麻煩, 因為如果在這裏, 買多一個貨, 就可以來這裏賣 沒辦法, 只要偷偷地過去 待會, 還是可以做Mission呢, 做Mission好像有點圓 剛才的房間就好了, 可以穿過去 不要緊, 我現在怎樣都要試一下, 啟動 然後看有沒有穿過去, 開入面買貨 6, 5, 7 部, 1, 2, 3, 4, 5, 6, 6 其實6部都可以改掉 但現在問題來了, 我現在要試一下可不可以穿過去 穿不過啊, 還要吃一個傷害 還要吃一個傷害, 有沒有搞錯啊 這樣的話呢 這樣的話呢, 看看吧 只可以再試一下 咦, 這個是用的 只可以再試一下 再試一下, 用這個 兩部, 過去 穿過去才算 呃, 都是3, 再吃一個傷害 這樣就不是辦法了 NPC會追上來的 唉, 沒辦法, 怎樣都要試一下 首先, 看看我走多少步 5步, 即是7步 11 哇, 終於過了 1, 2, 3 3部已經停下了 那我重有 1000元 剛剛還有1000元 我可以 買兩粒 買兩粒 這個紫色貨 買一粒紫色貨 我呢, 剛剛有一張卡 已經過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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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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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這個紫色貨已經過了 所以呢, 我自己就停了 停到的 停到的時呢 我暫時什麼都做不到 因為呢 我沒有錢去收你我的船 所以我只可以 停在這裡, 什麼都做不到 之後呢 因為 要 隱寸 所以要加多一個傷害 接著呢 就輪到NPC去動 還以為可以輕鬆贏, 但不要緊, 我稍後出去應該可以贏 好, 開這裡 這個, 哦 這個Match Run這個位置 現在第三個NPC出來了 這個星球是有這個 警察的NPC出來的 有點麻煩, 究竟他會不會找到我呢 OK, 不知道 好, 開了之後就輪到他 這個 這個Match Run這個NPC 看看去哪裏 他下一個地方 去完這裏之後, 他就會回到這裏 而這個星球好像是在 好像是未出現的, 不是, 在這裏 所以他走九步過去, 最近的距離就是 1, 2, 3, 4, 5, 6, 7, 8, 9 好, 到這裏 輪到他了, 他又不會打我 現在進入新 這個 這個NPC 就是這個Enforcer 就是這個警察 他走來找一些 就是那些 壞人, 就是我 Move to Target 他的Target是走六步 如果 走六步就最近 1, 2, 3, 4, 5, 6 來到這裏 如果他 Inrange 就會攻擊, 如果不攻擊 就會再 再來找我, 再走六步 1, 2, 3, 4, 5, 6 嘩, 現在 黑度不追我, 但白度追我 好, 現在 說笑話說完了 現在輪到 他們要摘色 看看追不追到, 追到我多少分 現在 摘色看看 3, 哎唷 NPC 挺黑 現在看他落後我多少分 落後我 1分, 2分 2分, 即是走4 4加3, 7 即是上來1分 OK 其實都很緊張的 其實都很緊張 OK, 但我覺得 不要再拖了, 再拖的話 這個NPC就會贏了 所以我現在 甚麼都不管 我們去買貨 首先 用這個 Active 出來 就 摘粒色 3, 哎唷 這樣就有點麻煩了, 走5步 走5步就有點麻煩了 我開出來吧 1, 2, 3, 4, 5 我出來 都是走出來 因為它再穿過去的話, 我怕一會走 走不到 然後我再 第二個 Activate 麻煩讓它走遠一點吧 嘩, 真棒 1, 2, 3, 4, 5, 6, 7 就夠了 好, 就賣兩件貨給它 賣光給它 不要緊 賣光三件貨給它, 放在這裡 然後我就拿3000元回來 稍後收你的船 收完貨, 放在這裡 然後 我是 其實我是 其實我是不需要走的 其實我是 可以現在 就不走的 我 放在這個體驗 然後我也不需要再做收你的船 因為我現在 有兩個貨賣出去 至少兩號貨賣出去, 我就拿1分 然後我就有10分 現在因為我是10分 這個10分的目標 這張票呢 在哪裡呢 好像在 啊, 這裡這裡 因為 我現在打到10分 然後其中6分是買分或賣貨 現在我就做到任務了 所以我今次就可以成功 贏了你的遊戲了 現在大家看我玩完一次這個Sai 這個Solo Mode之後 大家對這個遊戲有什麼感想呢 我覺得這個遊戲 都充滿了這個Sandbox 你做什麼都可以拿到不同的分數 而且它的操控NPC 大家可以看到 都不是很難 而且這次我是 比較容易贏 我覺得我玩了幾次 這次我覺得是最容易贏的一次 因為這個NPC 這個第三個NPC的警察 比較遲出來 所以令我做任務 就比較輕鬆 令到 所以我今次的遊戲 是我玩這麼多次 比較輕鬆地 完成這個Mission 好, 今天跟大家玩Solo 就玩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記得Subscribe 和Share 以及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跟大家再玩Solo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 Comment Share 我的影片 Subscribe 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 一起和你在Discord 聊天 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拜拜 拜拜